第八十章 记中记 什么人 玉清殿门外同时响起了清云弟子的几声大喝 但只听得唰唰几声 似是由高人玉空而至 随即砰砰几声 数个清云弟子跌了进来 翻滚余地 门口出 闪现出了四道人影 正是魔教的四大宗主 玉阳子和独神站在了中间 鬼王和三妙仙子站在两端 四人向着大殿里望上一眼 缓步地走了进来 年纪最大的独神 口中发出嘖嘖的声音 笑着说 道玄老友 百年不见了 你可还好啊 道玄真人的身子震了一阵 瞳孔收缩 愣然说 独神 独神大笑 道 哈哈哈哈 正是我这个老不死的 百年前 在那青云山脚 败在你的剑下 如今又见你风采如昔 真是不胜欣慰啊 道玄真人的目光 向那四个人一一看了过去 与此同时 从玉清殿门外陆续又走进了数十个魔教之人 看着这些人的气度架势 只怕并无一个人是好相遇的 多半魔教这百多年来的实力都在此处了 这其中 众人见过的便有鬼王宗的青龙 幽姬 万毒门的百毒子等等都在其中 至于其他的人 多半也是四大宗派的高手 而在远处 喊沙声越来越响 不时听到绝望的嘶吼 往日如人间仙境一般的青云山 此刻仿佛也被血腥笼罩 恍如地狱 道玄真人深深的呼吸 勉强定住心神 今日祸起萧强 外敌竟又长驱直入 不问可知 那是青云门这百年来最危急的时刻 他身为青云门这个千年大派的至尊掌门 绝不能让这份基业 毁在自己的手中了 这时忽然只听了一声佛号 却是普洪大师 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道玄的身边 面上淡淡的有微笑 道 道玄师兄 自古邪不胜正 我天音寺一脉 从来与青云门并抗妖魔邪道 若有差遣 尽管吩咐 道玄大习 也几乎在同时 焚香谷的那些人 也以那个上官老人为首站了出来 站在了道玄真人和普洪大师的身后 魔教四大宗主都是微微变色 独神看看普洪 沉生地说 这位大师是天音寺 哪一位神僧啊 普洪微笑说 老师主 真是健忘 百年前 正魔大战 我们也有过一面之缘的 怎么却将老那忘记了呢 老那 天音寺 普洪 旁边这位 是在下的师弟 普洪 天音寺四大神僧 何等微名 有了这两个人在 等若青云门 添了数个高手 更何况旁边还有焚香谷的高手 独神转过头去 向面色微白的苍松道人皱眉说 这些人 怎么会在这里 苍松道人狠狠地道 这些徒驴和焚香谷的家伙 都是今天早上突然到达青云山的 事先并无消息 我措手不及 无法报信 普洪和深厚的焚香谷上官老人 对望一眼 都笑了出来 焚香谷上官侧大笑说 这就是 所谓邪不胜正 天网恢恢啊 今天 定要让你们这些胆大妄为的妖魔邪道 尽数扶足于在这青云山上 嘿嘿 一声冷笑 却是站在独神旁边 被魔教众人 推为此次主事之人的玉阳子 神色焦横 冷笑地说 百多年前 我圣教前辈 一样是以我一教之力 与你等三大派争斗 难道我们今天 便怕了你们不成 说得好 贺彩声顿时响起 不少是来自他们四大宗主背后的那堆人群 便是在他旁边 鬼王也扶掌而笑 今日 就让你们看看 到底是我们扶诛 还是你们 受死 这一句话 只说的是猖狂无比 避拟众生 正道中人无不变色 面露憎恶 尤其是最后一个死字 鬼王还似乎特意加重了口气 大有讥讽之意 道玄真人冷笑一声 刚要说些什么 却只见魔教中的御养子 似乎最没耐性 一挥手 顿时所有的魔教高手的手中 都泛起了各色光辉 显然 立刻就要动手 正道中这里青云门 天音寺众人 立刻都凝神戒备 直到眼前 便是这百多年来 最为凶险的一场正魔大战 普洪低声地送道 阿弥陀佛 善哉 善 不料他一句话还未说完 一变抖起 就在所有人的注意力 都在前方魔教中人身上的时候 突然十数道光芒 在正道人群之中 同时泛起 其中更有两道锐芒 直直打在了普洪 毫无防备的背上 轰的一声 刹那间 正道中如炸了锅一般 乱成一团 尖锐怒吼 顿时响成一片 普洪大师眼前一黑 只觉得两股大力 硬生生地砸在后背 一股 一股如山崩海啸般 距离的蹦裂 另一股却转为尖锐 细针一般 突刺而入 普洪大师一个亮枪 扑得喷出了一片的血物 但他是何等人物啊 转眼间便知 只怕正道中还有内斤 一身超凡入胜的 大凡般若真法 片刻走遍全身 硬生生地挡住了 那巨力袭来 同时更不回头 一个袖袍向后甩去 砰砰两声闷响 背后之人 传来了两声惊呼 显然吃了亏 这股巨力顿时消散 但另一只 如独针般的力道 却化作有形之物 终于刺破了 他猝不及防的 大凡般若护体 钻入了体内 只片刻的功夫 青云门田不易等人 毅然赶了过来 纷纷动手 但袭击之人 一击之后 立刻跃起 飞到了魔教那群人中 为首的 刻然正是 焚香谷的 上官侧 而袭击其他的人 也全部都是 焚香谷的人 正派中的人 包括被偷袭的 普洪普空等 天音寺的人 都惊得呆住了 道玄真人 半赏才竭力 定住心神 指着上官侧说 你 你做什么 难道 焚香谷 也投了魔教不成 上官侧 站在魔教四大宗主 和苍松道人的身边 与他们同时对望 突然哈哈大笑出来 义太猖狂之急 充满了得意之色 鬼王大笑着 向道玄真人道 谁告诉你 他们是焚香谷的人了 道玄真人刚要开口 呼得失声 缓缓缓地转过头来 盯着苍松道人 脸色惨白说 好 好 你干得好 果然是满天过海呀 苍松道人 黑黑冷笑一声 满脸的得色 但却笑道 哈哈哈哈 这还不多亏 鬼王宗主 足智多谋 一听说今日天音寺突驴 突然不请而到 要坏我大事 立刻就想到 派高手假扮分香谷门下人上山 挑几个平日不在世上行走的 由我来引荐 呵呵 果然 一举成功 道玄真人身子摇晃了一下 转眼看去 只见这一下被魔教突袭 大致目标都集中在天音寺僧人之中 十人中 竟有九人受到重创 尤其是掌门朴宏大师 面如白纸 此刻竟然已经站立不住 在弟子法相的扶持之下 缓缓地坐了下去 而在他的背后 赫然一片血肉模糊 至于其他的人 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 而且连带着青云门中 竟也被伤到了五六个长老 他心中一阵翻腾 一颗心也渐渐地沉了下去 惨笑着说 厉害 厉害 亏我白活了这许多年 竟也想不到 焚香谷的上官侧道兄 向来镇守悬火坛 从不出焚香谷半步 对你竟是不起疑心 贵王看了看他 微微摇头道 你不是没想到这个 而是没想到 你这个苍松师弟 背叛你吧 道玄真人 又是一声惨笑 玉清殿上 瞬间陷入沉默 正道中人面面相去 此刻任谁也看得出来 魔教一边 石已经占了大大的优势 虽然青云门这里 还有不少长老高手 但魔教那里 高手却只有更多 天音寺僧人中 此刻看去 能出手的大概不过一半 其中还只有普空和法相 因为激进而免于受伤 尤其是普空 此刻突然如换了个人一般 手上托着一顶金波 金光四射 机如凶神一般 在他身前 一滩血肉模糊 却是刚才魔教一个高手 暗算他不成 反被普空的法宝 浮屠金波 给打成肉酱 但最重要的 却是向来并称为天下正道 泰山北斗的两大高人 道玄真人和普洪大师 竟然同时被重创 此刻眼看着普洪大师 面如金纸 道玄真人虽然好些 但怎么看 也像是强弩之末 难道天下正道 真的弃术已尽了吗 这个问题 如最沉重的石头 沉沉地压在了正道之人的心上 相反的 魔教中人 无不兴高采力 百多年来 魔教被逐出中原 困居满荒 今日 一旦吐气扬眉 如何不意气风发呢 玉阳子 自敢此次自己主持大局 圣教对着强大无比的正道 两大巨派竟然一举而胜 日后自己在圣教之中 地位必定凌驾于众人之上 说不定就从今日开始 自己就能把长生堂 带到百年前黑心老人的 练血堂时的局面 一念其此 玉阳子更是得意万分 向着道玄真人 嚣张地笑着 道玄老贼 快快将你们 震派之宝诸仙古剑交出 然后投入我圣教麾下 我便饶了你等不死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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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在他身后的数十个魔教高手 一起起哄 这百年的恶气 仿佛今日才能尽情地宣泄 而在远处 通天风上厮杀的 清云弟子的惊呼声 不觉传来 似乎也为清云门如今的命运 做了凄惨的铺垫 道玄真人 惨白的脸上 却有着坚毅之色 嗤之以鼻 冷然道 我清云门 就算今日断送在你们手上 也 休想让我们屈膝投降 说着 他退后几步 回到清云门人群之中 田伯义 商政两等手作长老 邓氏都围了过来 他得意弟子萧义才 也扶住了他的身体 低声焦急地说 师父 你的身体 道玄真人哼了一声 急道 眼下祸在眉睫 田师弟 商师弟 增师弟 天云师弟 你们在这里先支持一阵 水月师妹 你灵几个二代弟子 先将天音寺道友送走 他们为助我清云受伤 我们不可让他们再受损害 被他交代的人 立刻都点头称事 田不易跟着说 掌门师兄 这里有我们挡着 你身受重伤 也快走吧 留得青山在 他日在 他突然住口不说 但他话里的意思 谁都知道 曾书长登几位手作 同时点头 但道玄真人惨笑一声道 祖师基业 难道你们竟让我弃之不顾 我道玄 宁死 也不做这千古罪人 田不易等人默然 道玄看了此刻 已经蠢蠢欲动的 魔教之人一眼 忽然像是下了什么决心一般 第一声说 事到如今 只有违背祖师戒律 用那最后的杀招了 其他人 包括大部分长老 都是遗症 道玄深吸一口气 突然说 时间无多 我去请诸仙古剑 你们 他环顾周围 忽然低声道 不管你们心里 怎么想我的 但事到如今 你们一切小心 切莫轻声 田不易等人动容 正要再说些什么 忽听得狂笑风起 法宝一光闪动 魔教中人 终于开始动手了 刹那间 原先庄严肃穆的 玉清殿堂 法宝飞舞 一光纵横 轰隆聚响 不绝于耳 混乱之中 趁着清玉门 众长老高手 抵住魔教高手 狂攻之际 水月 领着年轻弟子 将天音寺 受重伤的众位大师 拂进了后堂 道玄真人 一向后走去 但脚步 却隐隐有些亮强 田不易在交手之中 望到此景 心中一阵焦虑 目光一扫 手中的赤焰仙剑 逼退了面前的魔教之人 闪身到旁边 正在与众长老 一起御敌 但面色苍白的 齐浩林京宇身边 急道 这里不需要你们 你们立刻跟去 护送掌门真人 齐浩林京宇的身子一阵 但见田不易 面色严峻 不敢伪令 而且 此刻龙守风 守作苍松道人 突然叛变 对他们这些 龙守风弟子来说 不雅于晴天霹雳 方寸早乱 此时连忙应了一声 就跟着苍松道人去了 而看着他们的身影 在一旁作战的苏儒 却是眉头紧皱 片刻后 也找个机会脱身出来 闪到宋大人 与田灵儿的身边 低声道 你们苍松师伯突然叛变 他门下弟子也不知道 是否可靠 你们也跟上去看着掌门人 宋大人与田灵儿 已经随即会议 立刻跟了上去 苏儒正要回身 忽然眼角的余光 看到在一场闹得 天翻地覆的大战之外 张小凡 这个刚才还是 全场焦点的小徒弟 此刻却无人管他 一般的站在那里 目光不知为何 远远地望着魔教前方 一动不动 他眉头一皱 在他的心里 其实都与田不易一般 根本不信这小徒弟 会是魔教的内奸 此刻念及张小凡功力肤浅 随即闪到他的身边 一拍他的肩膀 张小凡身子一阵 转过头来 苏儒的心中突然已惊 只见张小凡 双眼血丝满布 虽然神志看着还算清醒 但不知为何 总有种奇异的凶煞感觉 但此刻事态紧急 苏儒如何还能多想 急到 小凡 这里太过危险 你也跟着你大师兄 和灵二师姐前去 张小凡仿佛震了一下 但在这位自小爱护自己的 师娘的注视下 终于点了点头 随即向后堂跑去 苏儒放下心来 随即投身而上 加入了越发惨烈的战团 在隆隆巨响 各种法宝剧烈撞击的声音中 张小凡 跑入了后堂 追上了宋大人和田灵二 随即赶上了齐浩和林京宇 几个人围着道选真人 道选真人向他们看了一眼 微微点头 但目光在望到张小凡身上时 不由自主地停留了一下 随即移开了 张小凡的心中 也不知是什么滋味 但手中握着那根烧火棍 此刻却隐隐有清光荡漾 脑海之中 不时感觉阵阵的悬晕 只觉得一股股煞气 仿佛有一股股凶灵 直冲自己的脑海 忍不住地想象着血腥之气 只是 眼下谁都是心情沉重 根本没人注意到张小凡的意样 而片刻之后 小竹风的陆雪奇和文敏也出现在众人的面前 陆雪奇向张小凡看了一眼 对道选真人道 是师父叫我和文敏师姐过来的 道选真人叹息一声 微微摇头 但什么话也没有说 还是向前走去 还不等他们走出多远 便只听得背后玉清殿上 轰隆之声如雷 几道如山柱一般的豪光冲天而起 竟是将玉清殿的殿顶冲破 直冲上天 更夹杂着几声惨呼 也不知道到底是谁没有了性命 众人失色 不问可知 此刻在玉清殿上的激烈决战 已经到了何等残酷的地步 不由得纷纷的为师长同门担忧 道选真人向着那里深深望了一眼 面色紧绷 呼得一甩道袍 大步而去 众年轻弟子跟在他的身后 只见这个往日里 被他们视为天神一般敬仰的人物 此刻身躯依然如平日般 挺之高大 但一身墨绿道袍之上 被鲜血浸泡而成的黑色的纳团 触目惊心的血迹 甚至连被苍松道日暗算后 留下的那个剑孔 都清晰无比 真不知道 这个道选真人 怎么能在受了这等重伤之后 竟然还能撑下来 一行人穿过后堂 年轻弟子中 无一人是掌门弟子 也就从来没有人来到过这里 只跟着道选真人 穿堂过院 渐渐的 玉清殿上的喧嚣声 也慢慢远离了 他们一行人穿过了 玉清殿的后堂 却是向着通天风的后山走去 道选真人 道选真人当先走着 如惊涛骇浪一般 当年 草庙村遗孤 虽然有两人 但见过那个黑衣人 与普之动手斗法的 却只有张小凡 如今一旦确定 顿时多年来的仇恨 犯上心头 而手中 那由世间两大凶器 嗜血射魂 所成的烧火棍 被主人的恨意 凶念所击 那所深埋的戾气 邓时也犯了上来 反过来 更影响了张小凡 若在平日 不要说以道选真人的道行 便是田不易 也早就发现 张小凡不对劲了 但此刻 谁会有心思 顾念到他呢 却是无人知道 这个青云门的小小弟子 竟是已经站在了 精神极度激烈 天人交战的 关键时刻 一个不小心 只怕 便是被嗜血射魂 那股深深魔力之气所染 万劫不复了 果然 事实证明 田不易 水月等人的顾虑 不无道理 通天风后山小路 虽然僻静 但卫行多远 邓时便从两旁 冲出数个魔教徒众出来 齐浩等人 立刻上前接住 道选真人 只看了几眼 也不理会 静止地向前走去 这次攻打青云 魔教中 的确是精英 的确是精英 便是连在这里 出没的途中 竟然也是道行 飞前 齐浩 陆雪奇等人 急且间还收拾不下 宋大人等人 继续护 道玄真人 向前走去 留下齐浩 于陆雪奇 挡住了敌人 此刻众人心中 其实都有个疑问 就是为何 道玄真人 不欲空飞去 难道 他的伤 已经重到了 这种地步吗 只是 此刻却无人敢去问他 过了没多久 哗啦的一声 从两旁 竟又是冲出了 数个魔教徒众 宋大人和文敏 田灵儿挡住 张小凡与林京宇 也要上前 宋大人急说 我们葬个就够 你们快去保护掌门真人 林京宇一咬牙 拉住张小凡就向前跑去 重新追上道玄真人 这一次下来 却意外地 再没有碰到魔教徒众 道玄真人 带着他们下后山 沿一条僻静的小路 走了一会儿 然后 在一个三叉路口 停了下来 林京宇与张小凡 也跟着停了下来 张小凡 一声不吭 林京宇却抬头 看着道玄真人 道玄真人 回头一看 呼得一正 脸上的神色 似乎动了动 仿佛天意巧合一般 这两个人 竟正好就是当年 草库库库库库库的那两个遗孤 此处过后 便是我们青云山的圣地 换月洞府了 我要进去 你们在此守候 不许让任何魔教之人 闯了进去 另一条路 便是通往祖师祠堂 你们 林京宇 神色坚毅 重重地点头 大声道 掌门放心 道玄真人 向他看了一眼 但目光 随即落到了 他手中那把斩龙剑上 只见在这 山色幽青之地 斩龙剑 闭光流转 仿佛也在渴望着什么 这个少年 充满了激情与坚毅 隐约间 道玄真人 忽然转过了身子 向着祖师祠堂 那条路上凝望了一眼 再不言喻 向着另一条路 直走而去 林京宇 目送道玄真人 消失在小路之上 方才转过身来 见眉紧皱 心绪难平 连呼吸声也中了几分 说也难怪 此刻清云门突遭大难 而他一向 视之如负的 苍松道人竟突然叛变 如何不令他 天旋地转呢 张小凡 慢慢地抬起头 向着远方的山下 玉清殿的方向看去 却只看见 茂密的树林 连屋檐垫 电雨的一脚也看不到了 倒是另一条路上 通往祖师祠堂那里 在树林背后 隐隐有房屋的踪迹 隐约 终顶之声 从刚才极度紧张的战场 突然到了这个 僻静之急的地方 他们两个人 意识得有些不大适应 林京宇喘着粗气 深深地呼吸 慢慢将自己的呼吸声 平息下来 忽然从山前 传来了一阵 龙吟似的怒笑 隔了这么老远 声浪竟然如排山倒海 一般传了过来 天地 积为之色变 两人都是以惊 随即林京宇 首先反应过来 喜道 是灵尊 张小凡 这也听了出来 这果然乃是 水麒麟的怒吼 显然 这镇守护卫 青云山上千年的灵兽 终于被惊动出手了 但由此也不难想象 青云门 此刻战况激烈到了何种地步呢 他们二人各怀心思 在这里等待着道选真人 但他们的平静时光并没有多久 忽然 脚步声响了起来 他二人大惊 心道 最好是齐浩等人赶到 否则 不料 仿佛老天爷和青云门作对一般 片刻之后 出现的却是五个魔教徒众 而为首的一人 赫然竟是刚才 暗算了朴宏大师那个假冒的上官策 看到他们在这里 邓氏宁笑着冲了过来 其中更有人向他们的身后张望着 林章二人失色 林章宇的脑中急转 看这五人就知道并非拥手 不要说自己收拾他们 能否是他们五人合力之敌还是问题 但身后道选真人进入换月洞府 却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们进去 焦虑之下 突得一狠心 当其理断 低声对张晓凡道 我把他们引到另一边去 你在这里守好 张晓凡一正 还没会过意来 林章宇已然冲了出去 斩龙剑化作碧芒 直掠向那五个黑衣之人 声势大胜 上官策等人眉头一皱 吃了一惊 脸色 邓石凝重 似乎想不到这个清云门小小弟子 道行竟然也如此之高 立刻便围了上去 只留下上官策一人在旁边掠阵 同时注意着张晓凡的动静 林竞宇与他们交手数和 果然这些魔教徒众道行不浅 其中三人也只烧训于他 但为首一人 道行却与他旗鼓相当 这时四人围攻 他立刻便处于了下风 林竞宇紧皱着眉头 更不恋战 立刻脱身向另一条岔路退去 那假的上官策 微一沉吟 便带着三人追了过去 片刻之后 只留下一个黑衣人 与张晓凡站在原地 那黑衣人冷笑一声 向张晓凡看来 只见此刻这少年 仿佛听到了什么 缓缓地抬起了头来 出现在他面前的 赫然是一双 被无名凶暴力气充斥的 血红眼睛 青云山的静谧树林之中 突然间飞鸟惊飞 一阵的喧哗 远方 隐隐又传来了 水麒麟的怒笑之声 回荡在 这天地之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